因为朋友说这个对于国际上新创的高等教育 例如Minerva School 42有什么看法 台湾的大学有什么危机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这个现在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我们整个高等教育其实都可以打掉重练 因为高等教育传统上存在的目的 它其实就是让有相同兴趣的朋友 让知识有一个延续的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或者是在这种分散式的学院里面 或甚至在这个自学团体里面 或在社区大学里面 在各种各样的场域 我们都可以去让最好的一流的师资 透过不管是远距的还是其他的方式 就让大家进行讨论 所以学习的方式也在进行改变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 即使是我们目前叫做大学的这些机构 也透过好比上说大学的社会责任 或者是说大学跟旁边的这个 就是各种事业朋友们的结合等等的这些方式 也一直在改变自己的高等教育 跟这个创新的衔接的方法 所以我自己并没有觉得说 这是一个好像大学的危机 大学的如果要有危机的话 它也就只是存在于说 可能校务的处理或这些部分 它没有办法让每个学院 或者每个想要做创新的老师 往创新的方向发展 不然的话其实像教材教法上面 我去很多大学 他们就看我用slido 然后就说我们在教室里 就已经在用这样子的软体了 那这样子的软体 他们引入这样子的教材教法 其实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 它就是学生习惯就好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管是小规模的创新 或者是说 他的教室本身设计的创新 他学生设计的创新 他跟旁边的第三部门 或四部门结合的创新 这些东西目前我们都没有什么原因 不能够在台湾的大学去做 那基本上就是看大家愿意 这个自己提出创新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同样的就是尽可能不来挡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危机 我觉得我去很多大学 他们自己都在试 各种各样这种创新的做法 我们的试一路站 就像了一个试一路站 我们在试一路站 我们的试一路站